证件广播 人傻天不傻 上天在衡量每一个人 据纪晓兰月威草堂笔记中记载 宛平县有个人姓陈自贺龄 名叫永年 他家本来是父户 后来见去没落了 他有个弟弟叫陈永泰 那年死了 弟媳因此要求分家 陈贺龄不得已 只好同意了 弟媳对他说 大哥 您是个男子汉 可以多方经营 创立家业 我一个寡妇家的 儿女又小 求您把三分之二的家产 分给我吧 亲戚们得知此事 都说不可行 但陈贺龄说 弟妹说得是 就按他说的办吧 弟媳又借口自己是寡妇 不方便出去征收欠租 提出将全部家产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多年来 积存下来的别人久借不还的借券 连同所欠利息计算 作为一份分给陈贺龄 而其他所有食物 资财 地产 则归他所有 陈贺龄也委屈 顺从了 后来那些借券 陈贺龄都无法追回欠租 他也因此而陷入贫困之中 这件事发生在乾隆 秉武年 在他们陈氏家族的先辈中 还从来没有过明灯刻榜的人 这一年 陈贺龄的三儿子 竟然在相试时中了举 我的童年李布玉 同陈贺龄住得很近 发榜那天 他感叹道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呢 也有人说 人傻天不傻 天心是最公正的 真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上天神明 在衡量着人间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此人的福报受录 故事中的陈贺龄 面对帝席的自私自利 默默忍受 利益不会被白占 委屈也不会白白忍受 上天终于降服于他 他的三儿子在相试时中了举 在当今社会 有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丈夫 自下岗后 家里的经济条件就紧张了 丈夫每天奔波于市场 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生意 在家开了一个店 由于现在社会的道德下滑 在这大染缸中 丈夫也变得唯利是图 在给厂家返货时 自贫混在正贫里给厂家 修大法的妻子看在眼里 心想不能视而不见 她是修大法的 要用从大法中学到的 做人的道理归正她 她就告诉丈夫 公平交易把心摆正的道理 做人不能坑骗人家 坑骗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丈夫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 以后收敛了很多 在妻子正面的影响下 她经常说这句话 做人要老老实实 这一名大法弟子的儿子毕业后 就跟他爸爸在家里做生意 在对待生意的一些业务上 儿子认真正直 现在这个物欲横流 道德败坏的社会 人已经没有什么精神信仰 一切向前看 儿子告诉妈妈 在处理生意的一些问题上 真让我左右为难 有的商场或哪个单位 负责进货的办事人 在办理发票的收据上 让我多添写前额 要不然就进别人家的货 我知道办事人 多占工家的便宜 对他们并不好 我弄虚作假 不是在害他们吗 诚信促使儿子告诉办事人 我只能实事求是 至于你想怎么办 那你就怎么办吧 有的人从这之后 就真的不进他家的货了 儿子还很惋惜 这名大法弟子就劝儿子说 是你的东西不丢 后来受疫情的影响 市场经济普遍萧条 但这名大法弟子家的生意 照样红火 人在物质利益面前 是很难不动心的 有句话讲 有得必有失 有的人觉得 占了别人的便宜 在物质利益上得到了 但却失去了 最珍贵的东西 得 然而一个人活得幸不幸福 往往是由自身的得来决定的 得多 业力就小 人就会有福报 活得幸福快乐 得是由于人承受了痛苦 打击和吃苦而得到的 业力是由于人做了坏事 欺负了别人 占了别人的便宜 伤害了人而得到的 所以 人要想活得幸福自在 就要多忍受痛苦 多做好事 做一个善良为他的人 上天在衡量着每一个人 审视着人的一丝一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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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